普京有点豁出去了,但这给拜登出了一个大难题,外交难题,美国现在有点进退两难,因为之前美国已经划出了红线,要将俄罗斯驱逐出二十国集团。 在没驱逐之前,俄罗斯参加的活动美国不参加,也就是说今年的二十国峰会。 如果普京参加,拜登就不参加,二十国才涨会,如果俄罗斯外长去,耶伦就不去。 二十国集团处于前所未有的撕裂中,要知道二十国峰会,还是当年小布市拍板确定的。 当时正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,世界经济风雨飘摇,美国处于崩溃的边缘。 怎么办?全世界来商量怎么办?或者换句话说,怎么帮美国渡过这个难关? 国际社会不缺少峰会,但缺少高效率有影响力的峰会。 国家如果太多,一个领导人发言一次,就可能要开很多天。 国家如果太少,继续像当时的八国集团一样开会,已经不管用了。 最后小布市拍板,就二十国集团吧,里面有西方七国,还包含了所有重要的新兴大国。 更主要的是按照一些领导人所强烈建议的,里面必须有中国。 二十国集团峰会由此横空出世,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此开始。 一年一度的二十国集团峰会,也成为世界最重要的领导人聚会。 但国际政治很诡谴,二零一四年俄乌冲突,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,西方哗然。 俄罗斯被踢除八国集团,八国变成了七国。 现在又是俄乌大战,美国滑下叨叨。 二十国集团应该驱逐俄罗斯,普京不准参加峰会。 如果今年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是西方国家,那答案很简单,普京肯定拿不到情节。 但偏偏今年是印度尼西亚,印尼左右为难,美国这边的压力很大,得罪美国后果很严重。 但得罪俄罗斯,普京也不是擅长,怎么办? 印尼人也有办法。 印尼总统左克分别给普京和泽连斯基打了电话。 他告诉普京,他希望战争能早日结束。 印尼愿意为和平解决冲突做出贡献。 他告诉泽连斯基,印尼准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。 但军事援助救免了,因为这与印尼宪法和外交原则相违背。 最后他郑重发出邀请,普京你来参会,责恋斯基你也来。 虽然俄罗斯是成员国,乌克兰不是。 但邀请乌克兰,则是印尼作为东道国的权利。 在一份官方声明中, 左克说印度尼西亚希望二十国集团团结,不要分离。 和平与稳定是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关键。 普京怎么态度? 普京很积极,当即对左哥表示感谢, 确定他将出席十一月份的巴厘岛的峰会。 他还驻印尼二十国集团峰会取得成功。 这应该也是全世界大国领导人中, 第一个预祝峰会成功的领导人吧。 这可能也是普京倔强的地方。 你们不让我去, 我偏去。 我就喜欢看你们看不惯我, 但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。 乌克兰很犹豫,虽然收到了邀请, 但泽连斯基还没表态,到底去还是不去。 但这给美国出了一个大难题。 印尼你真不听话,居然还是要邀请普京。 普京去了,拜登怎么办? 抵制吗? 如果真抵制, 拜登不出席, 西方都不出席, 那风头起步都让给了中俄。 美国也是骑虎难下, 所以白宫的表态显得格外纠结。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是这样说的, 拜登总统已经公开反对过普京出席峰会, 还有六个月, 所以我们不知道如何预测。 我们现在无法预测, 那峰会会是什么样子? 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的观点。 我们认为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, 俄罗斯都不应该成为峰会的一部分。 他并且提到美国和印尼保持接触, 印尼对普京的邀请是在俄乌冲突前就发出的, 美国人也真是会找台阶下河。 最后怎么看? 简单三点吧。 第一是普京这次真是积极, 明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, 哪怕印尼是东道主, 但二十国集团中一半是西方国家, 肯定倒是会被各种声讨, 甚至奚落、怠慢、侮辱。 但普京不怕,对俄罗斯来说, 二十国集团峰会是争取国际支持的重要场合。 什么智赖而退, 这是西方的幻想。 管什么龙坛虎穴, 普京真有点豁出去了。 所以印尼一发出邀请, 普京当即接受, 我肯定去。 第二是印尼真是绞尽脑汁, 这也是很多夹在其中的国家, 共同的感受。 肯定都不想得罪美国, 但也知道俄罗斯不是擅长。 所以左克一狠心一跺脚, 最后系上心头。 你们俄乌领导人我都邀请了, 你们都来。 但印尼也清楚, 美国肯定不高兴。 二十国集团峰会开不开的成功, 真不好说。 但美国秋后算账, 估计不会少。 看美国的暗示, 六个月会发生很多事。 说得很有哲理, 确实会有很多事。 但都是什么事呢? 第三是美国现在也很尴尬, 本以为印尼听话, 哪知道最后弄出这样的幺蛾子。 按照美国透露出的风声, 如果这样搞, 拜登就不去了。 他视频惨悔货派低级别代表团。 但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, 美国不去, 西方国家也不去, 那主角不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了吗? 这肯定又是美国最不想看到的。 另外每年埃派克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, 差不多都会遇上普京生日。 人情世故, 开会的很多领导人, 都会恭祝普京生日快乐。 记得2014年, 就在巴厘岛, 普京还吃过一次生日蛋糕, 拜登看了会不会更生气呢? 他会不会逼着印尼, 就将峰会改到自己生日那一天? 11月20日, 那可是他的八十岁大寿。 随着俄乌战争的发展, 外界越来越担心冲突可能升级为一场更广泛的战争, 有可能演变成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更直接的冲突。 其实根本不用担心, 升级, 演变, 因为俄乌冲突原本就是美俄冲突, 是美国借刀杀人的阴谋。 美国的目标是削弱俄罗斯。 美国把前苏联搞解体后, 俄罗斯一直保持世界第二强的军事实力, 尤其是其核打击能力, 让美国十分忌惮。 2017年12月18日,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, 33次提到中国, 25次提到俄罗斯, 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为修正主义国家, 称之为美国的假想敌和战略竞争者, 称其试图挑战美国的地位, 并威胁到美国的繁荣与安全, 因此都是美国要坚决打压的对象。 但是因为特朗普是个毫无道德底线的商人总统, 只想着与中国打贸易战在飞扬。 同时因为他存在轻俄情节, 让人感觉到他的政府与俄罗斯的关系很微妙。 甚至有美国认为特朗普是普京的卧底, 因此导致美国政府在执行战略国策上, 出现顾此识彼的问题。 拜登是一位老奸去华的老政客, 他上台后坚持两手抓, 两手都要赢, 他的核心执政理念是, 当美国与盟友合作时, 美国才是最强大的, 因此非常注重修复盟友伙伴关系, 以共同对付中俄, 一方面加大北约东扩力度, 以对抗俄罗斯, 一方面打造以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为核心的, 亚洲小北约以对抗中国。 目前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八轮军事援助。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,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速度和步伐前所为有, 以最近提供的弹簧道自杀式无人机攻击系统为例, 美国可以在四天内, 将武器运送到乌克兰附近的转运点, 在两天内从转运点运到乌军手里, 外加两天的技术培训。 据说这是一个破纪录的速度, 前已阶段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, 主要是轻型防御性武器系统, 战争发展到今天的新阶段, 乌克兰要求美国提供更强大, 更重型和更具攻击性的武器系统, 以增强乌军收复失地的能力。 美国虽然目前尚未直接派出部队参与乌克兰战争, 但是据拜登4月21日透露, 美国已经向北约成员国部署了超过10万名美军。 还有时隔80多年, 美国国会重启租结法案, 显现美国对乌克兰抗俄战争的极端重视, 将通过租结法案, 为乌克兰提供无上限的军事和经济援助。 有点远性啊, 在 penal副码离的治疾宜, 有点 brief, 不及时隔